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Sensiro是2014年成立的物联网和人工智能领域的独角兽企业 在国内首次实现了物联网和人工智能领域端到端的技术和产品能力 包括自研的物联网通信芯片、通信基站、智能感知终端、视觉感知终端和大数据平台 Sensiro致力于用顶级技术彻底抹平数字鸿沟 包括能源管理、人员管理、车辆管理、安全管理、水务、信息化 核道监测等多种区域治理服务 为智慧城市建设提供基于物联网、人工智能的数字底座 为城市治理与发展带来从无到有的识别能力 强大的分析能力和算法能力 AI算力是智慧城市新基建建设的核心生产力 Sensiro在构建城市及人工智能算力中心解决方案的过程中 通过与Graphcore的深度合作借助IPU的超强算力 极大提升了机器视觉、算法模型的训练和推理速度 获得了更为精确的计算结果 Graphcore IPU的超强性能帮助我们提升了四倍以上的算力 同时视频、图像、智能分析规模也得到了大幅提升 未来Sensiro与Graphcore将共同针对产业数字化领域不同场景的需求和痛点 联合开发基于IPU的整合产品解决方案 应用于ESG等领域 在IPU系统上释放传统产业的数据价值 助力产业数字化转型 大家好,我是田志伟 是Graphcore的AI工程师 下面由我为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在和北京生哲科技有限公司的合作中 做出的一些成果 大家都希望生活在一个通畅、便捷、安全、井然有序的环境中 我们需要让城市拥有一套神经系统 能够感知和自我调节 而生哲正是致力于打造这样一套物联网系统 助力国家新基建 每个城市都拥有成千上万的摄像头 这些摄像头都会实时的生成含量的数据 并且这些数据需要被实时的处理 以及和数据库 以及摄像头的历史数据进行交叉比对 这样就形成了非常巨大的计算需求 对云端的计算能力形成了很大的挑战 我们在和生哲的合作中 为生哲提供了我们的IPO硬件 推力引擎 和构建了整个的Sewing解决方案 提供了自动Batch 多模型串联等推理功能和易用的接口 相比于GPU的解决方案 一颗IPO的FP16计算量是V100的2倍 T4的4倍 同等价位下实现了2倍的吞吐量提升 并且将延迟缩短为GPU的5到1分之1 我们在IPO上高效地运行了行人检测 行人属性识别和ReID 机动车检测 车牌识别和车辆属性识别 非机动车检测等多种模型 为生哲的城市治理解决方案 提供了高效的底层算力支持 在交通治理 重点车辆布控 疫情防控 城市安全和机动车 非机动车管理等多种场景下 提供了高吞吐低延迟的解决方案 我们还有一些更加贴近民生的业务 有待进一步开发 比如通过检测电动车进楼宇来预防火灾 检测消防通道的占用 来提升城市的防控能力 检测非法钓鱼等一些功能